时速高达每小时160公里的冬季风暴 埃利诺吹行英国多个沿海地区 在西部城市滨海维斯顿 强风所掀起的巨浪将海水不断拍打上岸 场面骇人 在康乌尔郡猛烈的风速更是导致沿岸的防堤墙崩塌 另外在北爱尔兰被风暴揉绿后的首府贝尔法斯特 不只是大树被连根拔起 工厂屋顶也被掀翻 当地居民形容这一次的风暴 比起以往的风暴还要更强烈 在15-20分钟之后 我们听到大树的风 比起来的风暴更强 比起来的风暴更强 镜头转到法国 埃利诺风暴所到之处 也同样没能幸免于难 在港口城市圣马路 巨大的风浪将海水冲入街道 整座城市顿时成了水乡则国 而巴黎一个建筑物的崩架 也不堪威力强大的风暴席卷而倒下 事发之后当局迅速派出救护人员清理事发现场 事件造成多辆轿车损毁 但是庆幸没有造成任何人命伤亡 在爱尔兰风暴导致道路积水 车子只能被迫涉水而过 至于停放在路旁或停车场的车子 也难逃一劫 全部浸泡在水中 而商店的店员们也只能无奈地 把淹入店内的积水扫出店外